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十四号上午闭幕 闭幕会上通过了常委会工作报告 提案审查报告和大会政治决议 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中指出 胡锦涛就两岸关系发表的重要讲话 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政协各党派和团体将继续促进两岸交流 继续两岸直接三通 努力争取恢复和进行两岸协商谈判 来看报道 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 吴邦国 温家宝 曾庆红 李长春 习近平 李克强 贺国强 周永康出席闭幕大会 闭幕式上表决通过了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 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关于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 和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政治决议 全国政协主席贾庆龄回顾了本次政协大会的主要工作 委员们通过大会发言 踢脚踢案 反映社情民意信息 参加小组讨论等形式 重点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发展社会主义民族政治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 办好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 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问题 资政建言 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充分体现了人民政协这一政治组织和民主形势的独特优势 展示了广大政协委员致力发展 关注民生的时代风采 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内容包括 赞同温家宝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 赞同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草案 赞同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以及其他报告 决议中还指出 将继续把推动两关系发展作为重要工作内容 为两同胞谋福祉 为台海地区谋和平 谈到政协今年的工作 贾清林说 要把促进发展作为旅行职能的第一要务 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 为期11天的会议 2000多名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就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和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 进行了讨论协商 并提交了4772件提案 大会闭幕后 经过审查立案后的提案 将会送交154个承办单位 进行落实办理 周阳台记者 北京报道 新华者消息 应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 毛利塔尼亚民主与发展全国同盟 摩洛哥政府 突尼斯宪政民主联盟 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邀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 将于3月21号至4月4号 对上述五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新华社消息 美国国会众议院美中工作小组共同主席 伊利诺伊州共和党众议员马克科克13号对媒体说 胡锦涛主席4号关于两岸关系的讲话令人鼓舞 协商和讲话有利于缓和海峡两岸紧张局势 台湾当局企图通过推动入联公投参加联合国是不能得逞的 他还表示希望加强美国国会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与合作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 今年将进一步加大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力度 而今年又是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约束性目标的关键一年 环保和节能减排成为代表们热议的关键词 代表们认为2007年中国的节能减排取得了明显成绩 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瘤排放总量首次出现了近年来的双下降 代表们指出要保持这一成绩 还应该加大执法监管的力度 使得企业在生产中采用更为环保的做法 加大环境保护违法的成本 建立长效的全国地方的这样的长效机制 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延长产业量 这样可以进一步的节约资源 降低成本 提高效益 代表们认为 对一些生态环境脆弱地带的保护 更要协调发展与保护的关系 也有代表提出 现在农村的污染有加大的趋势 比如农药使用过多 水产污染等 应该加大对农民的培训 提高全社会的环保意识 现在这个能民的文化程度 还是比较低一点 加大他们的这个科技培训的力度 树立全民的环保意识 在日常的生活中工作中 都应该是把环境保护 建立生态文明 是左右我们的第一位工作去考虑 利用两会建系 新亚欧大陆桥 沿线部分城市负责人 在北京聚集一堂 共商城市交流与合作发展大计 打造新现代丝绸之路 新亚欧大陆桥 是连接亚欧两大洲的国际通道 为促进陆桥经济带的形成和发展 乌鲁木齐和昌吉 主办了新亚欧大陆桥 沿线部分城市领导 第六次联益活动 作为这条国际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政府已经提出要大力推进 乌昌经济一体化进程 而这种模式在中国还没有先例 用作市场经济的方式去组织资源 去最大限度的发挥资源的效益 发挥效益是我们的一个手段 而最终目的是关注民生 所以我们这个欧亚大陆桥合乡 主体是发展经济 关注民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 努尔白格利说 新疆的进出口总额增速在全国居首 新疆计划把包括天山北坡经济带等在内的 亚欧大陆桥沿线城市 打造成向西开放的重要产业基地 说说现在第二条西汽东苏的工程 前一段时间在我们国家三个地区同时开工 就是把土库曼的天然气通过这条管线 把它运送到内地 运送到内地 年输性能力将达到三百万 以这个立方 而在未来五到十年内 新疆将建成多条向西连接的铁路运输线 运输能力将有几倍的增长 这位依托新疆开拓中亚西亚乃至欧洲市场提供了便利条件 13号国际市场黄金期货价格首次突破每盎司1000美元大关 一度达到了1001美元的历史高位 当天国际外汇市场美元对日元汇率12年来首次跌破1比100关口 此外当天国际市场油价也在创新高 突破每桶110美元高位 这两方面的因素促使黄金期货价格终于达到每盎司1000美元高位 事实上从去年开始黄金市场就一直热度不断 高位运行的油价对金价形成了强劲支撑 黄金期价2007年涨幅接近30% 纽约市场原油期价年涨幅则达到57% 进入2008年金价和油价仍在高位运行 甚至出现加速攀升的态势 另一方面美元的持续贬值加重了市场对通货膨胀压力的担忧 投资者纷纷把资金转向商品市场以寻求避险保值 从而使石油和贵金属价格不断被推高 美国奋进号的两名宇航员13号进行了首次太空行走 为安装日本希望号实验舱的保管室做准备 此外两名宇航员还将展开加拿大双臂机器人的安装工作 13号早些时候宇航员向地面控制中心报告说 机器人的电力连接系统出现了供电故障 但美国宇航局并没有因此延迟到晚的太空行走 奋进号在空间站停留期间 宇航员们共将进行五次太空行走 在空间站外安装机器人和保管室 好 这一时段的新闻就到这 感谢收看 咱会 上好家食品 食品上好家 上好家 上好家 中旺工业特种旅行台 建设美好未来 辽宁中旺集团 黄河从这里入海 石油之城 生态之城 中国东营